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ass 手胡思凯 Sky 哈啰 好 你好冷静喔 默默躲在后面 那你想要请三位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原本就是这个音乐本科系出身的吗 不是 都不是 你们刚刚是和声吗 不是不是不是 上轻 应该说我们是音乐人 但是不是音乐器 OK 就是玩音乐很久 对 就像 可能我们都有吃过妈妈煮的菜 是 每个人的妈妈都是厨师吗 不一定吧 他有症状吗 我觉得这不是评断那个菜好不好吃的重点 就是他有这个心 而且他也做了这件事很久 他就有他的专业 我觉得我们是蛮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定位 OK 不是把自己的格调抬得很高 说哇我是什么什么系音乐 当然我没有妥定这样的一个学历 比如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喜欢音乐 然后在这个工作上的 热忱跟持续的时间 那我相信我们可以帮大家做出这样的好菜 OK 那你们玩音乐大概玩了多久 应该都有 20年了 差不多20年以上 20年了 OK 又透露出年纪 没有人开玩笑 搞不好三次就开始了 只剩两次就开始 对啊 现在才开始 OK 那你们大概是什么契机下会想要说 把这个兴趣真的让你们 变成是一个乐团 其实就是主要我们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但是也要顾虑到 真的他必须要有收入 是 那所以我们选择去组的团是 分离乐团 那就是在一个很幸福 那为别人祝福的环境下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那当然 分离乐团他就是会有固定的收入 他可能不会太说 我今天是做创作的时候 我可能不一定会红 或是不一定会被观众所喜欢 那就可能会有一餐美一餐 那我们是希望在一个很实际的道路上面 去继续持续自己的热情 这样 OK 所以你是发起人吗 号召着 算 算是 对 OK 应该是说原本有几个元老的人物 那他们也是后来有自己的安排 所以我可能是比较早期 一直到现在 OK 那三位对于刚刚 Lio说的这个东西 其实是有共识的 对不对 就是我们不一定好像想要 做自己的一个品牌 然后要做自己的音乐 其实选择 婚礼乐团这个方向 我觉得也可以走得更久 其实一开始 会在婚礼表演 是因为有亲朋好友找 因为其实在婚礼之前 我们自己 玩音乐已经很久了 然后大家知道我们音乐 应该还可以上了两台 又再前逝 又再前逝 我们去了 但是一开始 并没有婚礼乐团 这样的一个品牌 或者是一个 一个这样一个group 没有 他是一个 一开始我们就叫个体 OK 然后你看 找Lio 找Brian 找Sky什么 然后大家就去他们的 婚礼 那像 就是run了几场之后发现 好像这件事情是 可以run的 自然而然 对自然而然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名字 人家要找也比较好找 所以也不是说我特别要学 我们要叫什么名字啊 这样子的 名字应该是 这个是有后来有讨论到 但是婚礼乐团 刚刚开始 婚礼乐团的模式是 很自然产生的 一开始也没有说特别设定好 说要叫听见幸福 对 那听见幸福是一起共同讨论下 对 讨论下来说 希望让新人在这个结婚的时候 可以听到这种幸福的音乐 蛮值得 幸福感 就简单好懂 对对对 我们也想要去听 他们想要 我们 倾听他们的需求 OK 因为你要一定是 听笔所重要 那我 好奇问一下 就是你们 开始这些第一场 第二场 第三场 可能前期 应该也是有无仇的演出吧 那大概到了 过了多久之后 觉得说 好像 让我真的开始要好好看待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很难去说纪念啦 但是就是一开始是的确不管有没有酬劳或多少我们都会有热情去 那甚至只是在街头演出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都有街头艺人的执照这样 那 但是后来就是会面临到一个转型就是 开始有团员觉得我们应该要只去有费用的演出 那或者是有的团员坚持我们要去 演出 不管有没有费用 所以开始就 会在这个中期 会开始有一些磨合 就是说 我们明明都为了想要这个团好 但是有些人是觉得 要有费用去 我们才是专业 那有些人是觉得 我要保持我的热忱 那不管有没有费用我都要去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沟通的细节 跟摩擦都会产生 那到了一个时期就是慢慢的 会有些 不是那么可以沟通或者是没有办法一起 一起就是去讨论的人他就是会慢慢的离开这样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蛮遗憾的 那就是失去了一些伙伴这样 但是到最后我们会 剩下的人他可能是更有共识 或者是步调比较相同 就是说那我们的共识就是这一段时间 我们大概接的费用是多少才去 那再来我们过一段时间又会再讨论说 那从现在开始我们 又要再提升了 所以 会 我们去评估尝试要不要接的 想法也会再改变 所以就是应该是说 与其要讨论说到底是多久会产生这个问题 不如是说能不能这些人都是跟你一样的想法 在同样的时间点去大概去配合彼此 而不是说你想要冲或我想要继续保持在这里 是 这样子一定会拉扯拉扯就会 就会产生 一些 没有办法继续在一起的状况 所以三位已经都磨合的差不多 至少你们有确定说 磨胜的 OKOK 剩下的那个几块这样 就是有些脚被磨掉了 对 我们就是可以是说 虚无纯净 OK 就看完 看完那个 观念比较接近 看完这样子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好吵的 对吧 对 OK 那你们各自在主持 不是主持啦 就是在婚礼演奏的时候 这些经验纸里面 你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场 就是 我就不要说我们比较成功的经验好了 我来讲一下可能过程中比较有问题的 一个场次 那因为 成功就是 正常发挥嘛 但是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深刻这样 是 那有一次我记得是在一个户外的 那个场合 那 那天就是新娘她对于她的婚礼有很美好的想象 就是 户外那 她又有这个 草地婚礼 我们是在户外乐团这样 那 那这个她新娘的爸爸她 有学过Sanswong 对 所以她一开始就在接洽的过程中就跟我们说 爸爸要演出 是 那 要演什么什么歌这样 有讲好了 然后 但是到了现场 我们跟爸爸对稿的时候 爸爸就跟我们说 我觉得还是演另外一首歌好了 就是 爸爸犹豫了 他觉得另外一首歌更幸福 OK 然后他不想演原本那首 然后我就跟爸爸说其实 都可以就是重点是你的表演是有心意的 但是爸爸就坚持他要换歌 那 那这个时候新娘就是 也过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他听到爸爸要换歌他就有点 情绪这样 他就说 爸爸你昨天我们不是才讲好 那怎么你今天又有状况这样 因为对于新人来说他们要结婚就是 会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所以他会一直那个身上腺素会一直 处在一个很亢奋的状态 那他就会失去耐心 OK 那当下他是新娘就直接跟爸爸说 那你不要演出了 你就是坐在那边吃好了 不要不要搞那么复杂 然后他落下这句话之后他就 离开 因为那个 那是户外婚礼 然后新娘休息室在 很遥远的地方要坐高的扶修车 他就坐车走了这样 然后爸爸就 在那个当下就傻眼在那边 OK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也是很傻眼嘛 那我们就 我当下想法就是跟爸爸说 没关系那 你要演这首 我们还是先来彩排 因为时间很赶 我们还是继续彩排 那我们的主持人去婚礼休息室 跟新娘讨论一下 对 就是可不可以 还是让爸爸演出 不管他要演什么 不管他有没有照着流程走 因为 我们不希望 你最后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 遗憾 对 哎呀我当初因为一时的情绪 所以 肚子的爸爸 在我的婚礼这样 演出 他可能 搞不好学了好几年 就是为了 为了这一弱 对不对 那我们是这么想啊 去把他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好险就是我们沟通完了之后 新娘也同意说 继续让他把演出 那我们也 临时换歌 但是还在我们守备范围里面 所以就帮他 就是去把这个演出完成 那 事后大家都还蛮开心的 觉得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那 这个是我印象蛮深的一个案子 当下我只是觉得 我想要 做 我觉得正确的事 就是爸爸应该还是要演出 也许 也许是多管先事了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我蛮开心的一个 这个事件 因为 只能说你蛮勇敢的啦 就是涉及到新缘婚礼的 等等决定啊 还是什么 大家都会 对 对啊 避之唯恐不解 我觉得这个就是 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事不管己 然后 觉得 搞不好我先你现在说你不要 那我又强迫你要 你会不会事后怪我 或者是上网骂我 或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宁愿 这样子 去试试看 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事 而且 婚礼其实我们看过好几百场 婚礼 不可能你所有的事情都照着你的弄荡走 对 他一定是 一定会有状况 但是你今天你幸福吗 你觉得你今天开心吗 重点不是有没有照弄荡走 重点是你心态是什么 就是今天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保持说 我今天就是要开心 我今天就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就是我 那什么事情都没有 你事后回想你只会觉得 哇 我这一天你只会想到 哇那个草地 那个风好美 然后那个 音乐 对 你就只有这些你完全就不会去想说 那天的run down 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你在当下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出来 你就是你 因为你会有一个想法是 你要完美 那我也是希望我们 我们不是说 不想完美 是我们尽可能的去完美 但是所有的事情 还是我们用最大的诚意跟 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 就是结婚跟 婚礼 我可以想像 因为户外那个新娘 应该是真的会生气 因为可能很热 对啊 应该会很容易生气 就是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 我想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OK 那两位有吗 我的印象 其实 我讲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 那也是 我不确定应该是同一场 我们 曾经在 这场故事这么多 有一场也是在户外 然后 户外那时候我们表演是在 他户外 他是一个很大的草地 对 然后 中间有一个顾目 对 然后我们站在顾目 他前面有一个stage 对 然后他是一个小舞台 他他在户外其实 我觉得蛮稀释的婚礼 整个感觉都非常好 没有问题 然后就在我表演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演奏到一半 后面有影子 然后我说 是不是有宾客在 吹炮炮炮 对 然后我就 小孩在吹炮炮 这样 后面有一些东西 对他可能在 就是开始有一些影子 然后我觉得 好烦 有些小虫子 飞过来 我就把他撥走 但是 然后我们要继续演奏 结果后面 后面实在是 影子太大 你就后面一转 但是有很多 的飞翼 在那一边 看过去应该 一千一万只我也不晓得 认真吗 就在我这么近 美与季节不要在户外办婚礼 然后差不多在这么近的距离 就是 在你身后而已 快要 扑到我们 上面了 但是在那个moment 我们没办法 终止音乐 是 所以 我们就 边演 边移动 我那时候就边演 因为他刚好在我正后方 然后就把那首歌做完 然后接着我们再移动 好厉害喔 所以你们是 当时三位都赛吗 那一场是我跟 我跟 没错 OK 不然我想说你那一个怎么弄 可能会被占据 对啊 你可能他们会躲在里面吧 好可怕喔 这一支是你平常会带的吗 对婚友都会带他 Double bass 要不要 来 谈个几下 他的声音是 SKY 稍微一小段 稍微一小段 OKOK 我有感受到 因为其实 一看到这一把的时候 我想说天哪 这把 通常大家会觉得他是大提琴 我印象很深刻有的时候我做婚礼的时候 在高雄 对 然后我就坐电梯 遇到了一个阿姨 对 看到我拿那么大撕的话说 欸年轻的 这只大小 大提琴的 比你比较高 嘿 他说大提琴没有 我说不是 这是低音大提琴 他想了一下 大提琴啦 你知道马友有吗 我说我知道马友有 他是拉大提琴 但这是低音大提琴 OK 大家会搞不清楚 对我会连自己弹什么乐器都不知道 好凶天啊 好好笑 可是刚刚那个是 甚至于吓到我 就一团飞影 我已经有画面感 对 对 而且我很难想要说是他如果从你在管子跑进去怎么办 其实我们现场真的会蛮多不同的状况 对啊 那个时候新娘刚好去换妆 所以他没有目睹到 不然我觉得他应该会疯掉 我们之后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 但我们没有说 对我们没有说 你们好贴心喔 就是因为我希望他的记忆是完美的 对 那你既然没看到就没有这件事 对就是忘掉恐怖片那一本 不回来不知道刚刚有发生什么事情 他真的不知道啊 天啊 因为宾克如果都不要跟他说 应该他也不会知道 很感动 因为他也没有说因为有飞影怎么样 因为结束就把我们的乐器直接以换个地方 直接这样 对对对 所以没有注意的人可能听音乐 我们乐器有一个角度而已 你们真的很爱婚礼 跟心缘 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做 我觉得对于 来的宾克他们 因为他们 他们要听到是一个 好听的音乐 那我们去讲这件事情 跟音乐其实没有关系 就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其实我们就继续把音乐做好就好 因为婚礼大部分就是一生一次 对啊 对对对对 所以当然就是尽量把它做到最好 所以不完美新娘会念很久 不完美就不要 不要说出来 对对对 我们负责掩埋真相 好棒喔 OK 那想要问一下三位 就是 你们对于听见幸福有一些 各式有一些想法跟未来的规划吗 我先好了 好 就是 我觉得我 对于未来的规划只有两个 一个是 我们想要继续 一起 持续的 演出下去 就是 不是说我们要演的多好 或 赚多少钱 或是 办多大的 会 这样 那我只是想要跟他们一起 玩下去 就是 因为 因为当我设定的目标是 一个很具体说 我今年一定要 比如说赚多少钱 或是 表演几场 那 我这个时候就会 失去对人的 关系 是 那我可能就会觉得 为什么你们都不能配合 或是为什么你们 就 比如说他们可能也会要求我要减肥啊 或是什么 什么 这是真的吗 对 我们会互相 互相 但是 因为 要到达什么目标 或设定了什么目标 而 就是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做不到 那我就要把你 开除 或是我不要跟你一起玩了 我想要尽可能的不要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我 最大的目标就是 持续下去 那第2个就是 我想要 我们想要做的事 这个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就是 如果我们 明天就是 世界末日 那你今天还要工作吗 就是我们想要做 这样的事情 或不要说世界末日好 我们中了乐投 诶 突然变腹喔 那你今天还要去演出吗 有些人可能就不会去上班了嘛 就是 因为那 那我就说 那你现在就可以不用上班了 因为 你根本就不想做这件事情 嗯 可是对我来说 就算我 中了乐投 或 我明天知道 我要过世了 那或者是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还是 今天还是要去演出 嗯 因为 这个 这个事情 我们 就算明天是末日也要做的事情 我们 才有 一起去做 我想要中乐投然后就去演出 对对对 最好不要试这一幕 但是 但是我要讲的是就是 我不知道可能 大家有看过一个电影叫《铁达尼》 嗯 就是他们要装冰山了嘛 然后 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桥段 可能没有很多人注意到 就是男女主要在逃难的时候 上面有几个月手 月童在演出 在摇晃的船上继续演出 他们就是要演到最后一个 我觉得我从一开始 跟他们一起玩这个音乐 我就是想 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在要沉船的时候 我们还是觉得 我们要把这首歌表演完 那 所以 我觉得 演完之后可以逃难 没有没有 演完就是演呗吧 要先手好 先手好 那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常常会有很多事情 并不是我们真心想去做的 就是这个工作 我会自己去定义 我今天来做 那如果明天 我就没有生命了 我还要来吗 那我希望我们的乐团是 持续往 直接这样的工作 所以有些人他常常问说 可不可以只请你们一个 三十分手去演出 就是 因为他可能预算有限 或者是 他有足多考量 那就放音乐 背景音乐 MP3放下去 他自己演这样 然后我们就说 不好意思这个 我们乐团是 至少要两个人 以上 因为我会觉得 如果是他一个人 放音乐去演出 这个工作 他一定不是 最后一天 他的生命 他不会想做这件事情 一定是台上有伙伴 才会去做 确实自己去 真的忙了 对 因为一个人 乐团还是一起演比较生命力 对啊 因为我是跟那个伴奏袋互动 可是伴奏袋 他不会跟我互动 对 他只会结束就结束了 婚礼 婚礼其实 我觉得 我觉得对婚礼来说也是啦 就是新人他的婚礼 嗯 明天 世界模子 你今天要结婚吗 还是要结婚啊 或者是更许要结婚 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要跟你 做这个事情 结婚 那 所以在婚礼的那一刹那 我们也是做 这一件事 新人也是做这件事 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做的事情 那我们就好像都是在那套船上 虽然我 我个人因为比较内向 我不会 真心的人说 真的跟你很混熟啊 或是真的变成朋友 但是我可以保证就是 我今天在做的事情也是跟你一样投入的 就是你今天是百分之百全心全意 结 就是跟你爱的人结婚 我也是百分之百 全心全意跟我喜欢的团圆 一起演出 那 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就 就很美好 这样 这是我对于乐团未来的一个方向的期许 你这个超越那个 同理性 因为刚刚前面一直就是你在讲 很多东西我都一直想到同理性 这个东西你 刚刚又分享这一part已经完全超越同理性了 因为我们就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对啊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所以你甚至不需要去 好像 特别训练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自然的 那两位呢 我们有一些规划 就是以后不接户外之类的 其实我们之前然后接户外太热了 穿一个吊搭 但是不行 OK 就是衣服还是要顾到 要得体 对那 像我们 我们在婚礼 服务已经蛮多年了 像我们最近这一两年 有个计划 就是说因为 大部分性的都是会喜欢听现在线上的音乐 现在最流行的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在潮的方向就是 我们把爵士跟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 去做 这个呈现 那因为我们希望音乐 除了说大家喜欢之外 而且还要在帮他的婚礼上 新年婚礼加分 那我们现在做爵士跟流行的融合音乐 他的英文叫Fusion Music 那他是一个新型式的音乐 那现在台湾有很多的乐团也在 这样的曲风也是有的 那也有很多厉害的爵士乐 那我们把各个元素放在一起去做 因为 婚礼有五感 就是眼睛 鼻子嘴巴耳朵还有那个身体的感觉 那音乐是听的这一块 其实这是在新人的婚礼里面 占了一个蛮重要的一部分 是 所以我们其实是 默默的在进行这样的 进化 然后跟改造努力 那这是其实是在从 你如果不认识我们其实 或者你没有听过现场音乐 可能很难感受到这样子 但是我们希望说在未来 在新人找到我们他是 是超值的 因为我的心 那个婚礼音乐上 是更 更提升到一个层次 那是更有质感 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自己的婚礼是很棒的 对 这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OK 就是 拉高质感但是又不要好像 只在做自己想要的东西 更让他们可以接受 就是这是一个融合 就是说我们做观众有听过的东西 是 但是我们的演出的方式是 比较绝世的 比较 这个有高级的 高级感一点点 对 那同时服务说 比如说有长辈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喜欢 听他有听过的 音乐的人 那或者是有些人他是想要一个氛围的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音乐是同时顾及到这两个面向 嗯 OK 那Sky呢 我的想法跟异心比较像吧 对我其实自己蛮喜欢演出这件事情的 那即使没有配我可能 我也会去哪边去玩啊 去表演啊 之类这件事情 对 那我会觉得做婚礼乐团对我来说就是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同时又能带给这个新人 帮他们去营造一个画面感 对去帮他们做一个美好婚礼的一个感觉 对能做自己喜欢的又有钱啊多好啊 对 好实际喔 真的是 这句话讲出来会羡慕死多少人 真的 好那 最后我想要请 利友好了 利友来帮我们 分享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的朋友 他想要创业 你会想要给他什么建议 我觉得 我自己的经验是 尽量不要从 想要从别人那边得到什么 不管你是从伙伴或是客户 有些人创业他就是说 我要从你身上赚什么 我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 合作关系 让我更成功 但是这样子想你的身边都会是这样的人 他们也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 所以我 我自己是觉得 我 从来不这么想 我只是想 我可以 跟你 一起完成什么 我可以协助你什么 我可以给你什么 那 当你 一直去给予的时候 你身边就会 最后留下的都是 会给你东西的人 那不管你要做什么事 或是你要完成任何 事情他都会很顺利 OK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 你们都很喜欢 这件事情 很enjoy 对不对 对 找到自己的热忱 好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三位 愿意来让我们 专访 然后 我觉得 跟我想象中的其实是 有蛮不一样的地方是 当然以前也有 乐团 等等的 可是 第一次是真的这么真实的一个 乐团是完全不是 以盈利 为出发点来做这件事情 那又可以顾及 然后 又 这么的 同理我们的 这些婚礼新人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场域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你们都很乐意的 尽自己所能去解决 很感人 那也祝福 听见幸福 之后可以 一直演出 到 你们都没有办法演出为止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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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